全世界的疫苗分配真的是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 现在很多国家把疫苗当宝 但是非洲有很多的国家 最近却是把大批的新冠疫苗退货甚至是丢掉 那么很多其实都是AZ疫苗 像是刚果已经退回了100万剂的AZ疫苗 因为担心会打不完 南苏丹则是把6万剂的AZ疫苗直接丢掉 还有马拉威更是把1.9万剂过期的AZ疫苗直接烧掉 这样的画面看在台湾民众的眼中恐怕是心在堂血 全球新冠疫苗很缺货 非洲国家却嫌太多 马拉威19号把1.9万剂过期的AZ疫苗丢进焚化炉烧掉 由马拉威卫生部长亲自点火 虽然世卫组织说疫苗超过保存期两个月以内都还能打 但马拉威表示保障人民健康烧掉不可惜 并且重申库存很多不会缺货 南苏丹人口1100万 打过疫苗的才5000人 比例非常低 但为了安全 当局也决定该丢就丢 刚果则退订了100万剂AZ疫苗 也是担心笑起问题 肯亚则面临疫苗严重短缺危机 只剩下10万剂AZ可以打 疫苗供应拉紧报 肯亚的AZ过几天就会断货 考虑向南非紧急采购当地生产的浇生疫苗 非洲联盟也已经排队下单 4亿剂交生疫苗 并且呼吁交生 优先供货给非洲 避免地区性的疫情大爆发 全世界都遭殃 杨振平编译